出轨的男人会回头吗 这是多少女人想知道的 中国的家庭中最常出现的危机就是第三者的差足 这是十个问题家庭中八个是因为出轨这样的事情的出现 所以女人总是在想 出轨的男人会回头吗 有多少女人在等他们的男人回头 其实出轨的男人如果你不闹 他们根本不可能会回头的 因为出轨的对象分为两种 一种是固定型 就是说如果这个男人有一个固定的出轨对象 那就说明了你的男人跟这个女人是有感情的 这样的话你们的婚姻就危险了 随时面临着离婚的风险 因为随时都可能跟这个小三结婚 因为男人都是新鲜感的 如果他已经愿意只睡一个女人了 那就说明他们是有感情的 你们危险了 再者另一种就是出轨的对象没有一个固定性 这样的男人属于只图新鲜感的 他们不会跟你离婚 但是外面依旧玩的不亦乐乎 这样的男人喜欢不停的换女人换新鲜 就是那句俗话说 家里红旗不倒 外面彩旗飘飘 但是这样的男人是不会改掉出轨的习惯的 你们之间除了不离婚 除了有一本结婚证之外 什么都不是了 所以男人出轨会回头吗 女人要闹吗 要 不闹 他们永远不会醒悟 闹离婚了 也就说明这个男人不属于你 所以为什么不闹一闹 不然能有什么样的解决方法呢 总归还是自己苦逼 所以呢 女人不要期望的男人回头 不管你们采取什么样的手段 一定要让他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不然到时候哭的就是你